82分钟替补出场换下于汉超,90分钟接到张林鹏传球,门前投球破门得分,帮助广州恒大将比分反超为2比1。 这就是U23球员杨丽瑜的表现,用一个绝杀进球,成为了天河体育场的英雄,而上一次在天河体育场上演绝杀后脱衣庆祝的球员是于汉超,中超第八轮广州恒大主场面对江苏苏宁,比赛直到最后时刻,张文昭在右路起脚船中,于汉超拍马赶到力压吉祥近距离投球破门,帮助广州恒大以1比0小胜, 而打进绝杀球后,于汉超用脱衣的方式来庆祝,可谓是霸气十足,而比起于汉超,杨丽瑜这次在天河体育场打进绝杀球,不仅广州恒大冲击中超八连贯极为关键的三分,也是他个人证明自己能力和回击球迷虚生的最好方式。 在杨丽瑜打进绝杀球之前,由于替补出场不久的一次进去射门浪费机会,遭到了现场球迷的虚声,作为卡纳瓦罗回归职教一手钦点的新星之一,杨丽瑜在广州恒大镇中,是获得出场机会最多的U23球员,不过,一直没有用好的表现,赢得恒大球迷的认可。 而广州恒大课场输给长春亚太的那场比赛,杨丽瑜终于打进了自己在球队的第一个球,取得进球后,杨丽瑜一个劲地跑向场边的主帅卡纳瓦罗东报表示感谢,广州恒大在本赛季中超还剩余十轮联赛,而杨丽瑜就打进了两球,这对于一名U23球员来说十分不易,何况又是在冠军球队里。 后面的比赛,杨丽瑜有望获得卡纳瓦罗更多的信任,也希望恒大球迷多多支持,多多理解,给杨丽瑜更多的成长时间。 互相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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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